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迪先生,我是阿美美 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主题是原来电池可以这样用 那我这边有个这个锁电筒 这是目前大家很常用的强光锁电筒 它这个亮度是相当亮的 那所以说一般这种强光锁电筒呢 它都是配合这个18650的电池 我们来拿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很大一颗 那18650就是说1.8公分,6.5公分 叫做18650 那这种电池 大部分都是锂电池 那它的电压 一般是3.7V 那其实这种电的容量是蛮大的 像我这一颗有3600毫安 算是电量蛮大的 那锂电池现在非常流行 那至于锂电池有没有比较小颗的呢 当然有,也有比较短的 那我们最常用的3号电池呢 就是一般的这个3号电池 碳芯电池 那3号电池的话 我们常用就碳芯嘛 不然就碱芯嘛 不然就碱芯嘛 电池 那有些人可能会去买这种 镊青的 可以多次充电的 但是呢 这种 由于这个 组成的关系 像这种 不管是碳芯的也好 或是 碱芯电池 都有1.5V特嘛 可是像这种 镊青的话就没办法 因为结构的关系 它只有1.2V特 所以说你一般来讲 你如果是4颗电池 要串联使用的话 6V特 这4颗的话 就只有4.8V 就好像相规蛮远的 那 除了这个之外 锂电池还有一种 长的是这样子 跟我们一般的 碳芯电池 尺寸几乎一模一样 那这种 这种呢 锂电池称作 14500 14500就是 1.4公分嘛 5公分嘛 所以叫做14500 那这 像我目前手上这一款 也是锂电池 它的电压 有两种 我这一种是3.2V的 还有3.7V的 那就是看你的需求来使用 那 我们目前现在讲的都只讲到电池的种类而已 那事实上呢 我特别要来提的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外观长得跟电池一模一样 后面平平的前面有凸点 跟一般电池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这个东西叫做站位筒 站位筒 那由于这种东西很容易 所以 跟一般的电池混淆 所以我特别买了一个黄色的 特别醒目的 这样才不会拿错 那像 像这种 体积一模一样的这种东西 如果家里有两种 事实上也是 也是很困扰的事情 因为这两个电压差太多了 这个3点多V特 这个只有1.5V特 一放上去 放错就烧掉了 就像你比如说 那个时钟啊 这一般一颗电池而已 1.5V 你跟他搞到3点多 那不烧掉才怪 所以 你家里如果有买这种 体积一模一样 然后呢 电压特别高的 你就一定要 要做一个标示 所以我就 我都 会写一张这个 这个贴纸 跟他标示清楚 以免自己拿错 或是家人拿错 这样子 要做个记号 那至于说 这个站位筒 它到底是什么功能 那莫名其妙做一个 跟电池一模一样的 然后又 又不会花电 因为它只是一个铁块而已 就类似一条铁线这样子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作用 就是铁线 不花电 那 像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来试给各位看 像我这一个 刮护刀 它就是必须要摆三颗电池嘛 那当然你可以摆 摆这个 碳芯的电池啦 或是碱性电池啦 都可以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来摆不同的东西啦 譬如说这三颗串接下来是4.5 一颗1.5 三颗4.5 当然有的人 他会去 去用这种 D字放的这个 内氢电池嘛 内氢电池三颗的话 多少是3.6 一颗1.2 三颗3.6 那 那跟刚才那个4.5 还是有点差距啊 不过 他这个 在运转的时候 是还是OK的啦 那个 刮护刀运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那 那我们手上这一颗的话 3.2 3.2 要怎么去用到这一个东西上来 如果说 这个刮护刀只要用一颗3.2 那 事情就变得比较单纯 一颗没电就没电 要充就很快充 因为 内氢 因为这个锂电池的好处就是要充电快 然后放电 放电这个速度也快 再放 需要大电流的一个情形的话 它 它是 输出是蛮平稳的 所以说像 像这种三颗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颗来取代 至于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我们就用这个 叫做站位筒 这只是说将这两个点短路而已啦 所以说 你也依照原来的这样摆放 要 做一个短路的动作 就这样子 这个称作站位筒 他只把它位置补充起来而已 让这个 这里跟这里 然后这里跟这里 通电而已 好 那这样 这个刮物刀 我们 就是只用了一颗 啊 锂电池 啊 就是锂 离子电池 那这个东西 这就是 类似我们用1860的意思 啊 啊 所以说 就是说 他只要一颗 锂电池就可以动了 啊 那 在维护使用上 也算是很容易 啊 效率也不错 因为 锂电池的话 充电是蛮快的啊 啊 他 他在宠物充电的一个次数啊 也是很多的啊 啊 算是也是 效率高 然后又省钱的一个方法 啊 不过就是说 家里如果有这种多种类的电池啊 还是我刚才讲的 也 一定要把它标记清楚啊 尤其是 是现在 我们又跟各位多介绍 像这种站位桶啊 你不小心就把一个电路给短路到了 那也不行 啊 所以说 嗯 大家 在用这种多元化的这电池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啊 把它标注清楚啊 然后 不要买那种太接近的 因为我看市面上有的是什么 颜色很素的颜色啊 那很容易跟其他的像这些搞混啊 所以 所以自己要稍微做个加工一下会比较好一点 好 好 那 刚才讲的这个啊 这个 目前这个是3.2的 事实上 14500 也有3.7的 那3.7的话 就又又更更接近我们那个 三颗的 一般的碳性电子的电压嘛 那 那 我们在使用上啊 尽量是电压率低一点 无所谓你不要太高 因为有些 有些 电子产品啊 就是 对电压比较敏感 有的比较不会 那如果对电压比较敏感的话 你宁可稍微低一点 你不要用太高 啊 那以上呢 跟各位分享这个 电池的一个多元的一个使用方法 那希望各位呢 会喜欢今天的影片